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扫罗是以色列君王时代的第一位王 通常我们提到扫罗的时候 都会提到他作为君王的失败 他的悖逆和不顺服 让他还在作王期间就被神咽弃 但是大卫却在遭受扫罗追杀的时候 两次不杀他 称扫罗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从本章中我们看到扫罗确实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虽然扫罗不是神眼中君王的最佳人选 但神仍然弥补扫罗在属灵上的欠缺 让他经历圣灵的浇灌 列在先知中受感说话 而且借着撤迁的方式 在众人面前立扫罗为王 就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说 神的恩赐和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这一章的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到八节 受高作王 应该说扫罗在此时如同做梦一般 他原本只是要去寻找父亲丢失的旅 却未曾想到被先知以非常的礼遇对待 在前面我们读到的第九章中 撒末尔先是以言语提升扫罗的地位 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接着又让扫罗在请来的客人中做守卫 而且将祭司专享的祭肉拿给扫罗 第二日 撒末尔打发扫罗的仆人先行 将扫罗留下来吩咐他 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 扫罗此时的心情一定如同小鹿乱撞 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为何这位以色列敬仰的祭司和先知 如此对待他 也不知道神要跟自己讲什么话 撒末尔记上十章一节 撒末尔拿平高油倒在扫罗的头上 与他亲嘴说 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 撒末尔高扫罗的过程直接又果断 他没有问扫罗的意见 就拿高油倒在他的头上了 因为神已经清楚向撒末尔指示 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 不仅如此 撒末尔与扫罗亲嘴 代表神接纳扫罗 撒末尔的宣告更是如雷贯耳 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 紧接着 没有给扫罗任何回旋的余地 撒末尔指示三个兆头 代表扫罗被告真是神的旨意 而且神亲自预备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第一个兆头是驴以爪爪 第二节 代表成为君王的扫罗 要将自己的眼光从家世转向国世 侍奉神的人 神必定照顾他的家 第二个兆头是接受饼的供应 三到四节 这个兆头中出现的三个拜神的人 他们所拿的饼原本是要去敬拜神的 如今他们分了两个饼给扫罗 这表明原本不懂得敬拜神的扫罗 与敬拜神有份了 而且他作为君王 接受神子民的供应 第三个兆头是受感说话 五到七节 这般先知 有可能是撒罗设立的先知学校的学员 他们拿着各样的乐器在敬拜赞美神 扫罗在与他们一同参与敬拜赞美的时候 神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 他就如同先知一样受感说话 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六到七节 扫罗计上十章六节 耶和华的灵 必大大感动你 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 你要变为新人 第七节 这兆头临到你 你就可以趁时而坐 因为神与你同在 这里变为新人 在原文中是变为不同的人 扫罗的身份改变 从一介平民变为一个君王 他需要君王的胸敬眼光 更需要与神亲密的关系 这一切都因为神的灵感动扫罗 神的灵让扫罗转变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趁时而坐 只抓住时机 做与他的身份相秤的事情 在神的眼中 扫罗缺乏作为一个君王的天生属灵体制 与神的亲密关系 但是神却愿意亲自降在扫罗的身上 补足他原本的不足 这两节经文 也向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指明 成为神所拣选的领袖 我们需要神的灵和神的同在 而做神的工作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着圣灵 第八节则是一个命令 萨玛记上十章八节 你当在我已先下到吉甲 我也必下到那里献凡记和平安记 你要等候七日 等我到了那里 指示你当行的事 萨玛的指示 不是指当下扫罗马上到吉甲 大多数的解经学者相信 是指在两年之后 扫罗带领以色列军队 与非利式人打仗的时候发生的事 萨玛记上十三章八节 扫罗照着萨玛所定的日期 等了七日 萨玛还没有来到吉甲 百姓也离开扫罗战去了 这个时候 按照萨玛在第十章八节中的吩咐 扫罗应该等萨玛来献凡记和平安记 然后听神的指示 但是扫罗等不及了 自己就献了凡记和平安记 结果是 萨玛责备扫罗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 所吩咐你的命令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萨玛记上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回到第十章 扫罗受高 我们来思考怎样才能算合神心意的君王呢 在神的眼中 就是对神有信心 忠心顺服的人 在献祭的事情上 扫罗没有信心 没有顺服神 而失去了神的同在 扫罗的遭遇 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长相 也不是我们的才干 而是我们的顺服 萨玛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说 耶和华喜悦凡记和平安记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养的旨友 第二部分九到十六节 赵头应验 萨玛记上十章九节 扫罗转身离别 三门 神就赐给他一个新星 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 听完萨玛的三个兆头 扫罗的心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所听到的消息 神就在他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 神赐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心 我相信这颗不一样的心里 如今有对神的信心 对神百姓的同理心 对百姓遭遇患乱的怜悯心 在面对仇敌时生出的勇敢的心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的心 是否是神所赐的一颗心心呢 是否在艰难的环境中 仍然对神有信心 是否在看到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 有怜悯的心 是否在各种挫折之中 仍然有盼望的心呢 那我们常常用大卫的祷告 来向神呼吁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十篇五十一篇 十到十一节 神界萨玛的话 告诉扫罗的兆头都应验了 当日 扫罗就在敬拜的先知当中 受感说话 扫罗的举动让人惊讶 大家猜测一定是有神迹发生 才让这位原本 与属灵的事情无关的扫罗 列在了先知中间 从扫罗向叔叔汇报 驴子找着了 却绝口不提 萨玛尔高丽自己为 以色列君王的事情中 我们看到扫罗此时的谦卑 他真的是有一颗不一样的心了 第三部分 十七到二十七节 撤迁为王 萨玛尔将以色列的百姓 招聚到米斯巴 米斯巴是 萨玛尔带领以色列人 打败非利士人的地方 萨玛尔记上八章十二节 萨玛尔将一块石头 立在米斯巴河上的中间 给石头起名 叫以便以谢 说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萨玛尔重生 以色列的君王不是任何别人 而是神自己 他们立王的请求 是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 其实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以来 这一直是神所强调的 不是吗 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 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在前面 扫罗背高 确立了扫罗成为君王 有神的认可 现在 以撤签的方式 在众民面前撤出扫罗 是让扫罗君王的地位 得到人的认可 当时 在米斯巴参加撤签大会的人 应该比较众多 以至于当扫罗躲藏在器具中间时 都没有被发现 扫罗躲藏 表明他此时的谦卑 当众人看到扫罗 比众民高过一头时 就欢呼 认可扫罗为王了 如此看来 人实在是看外貌 过于看内心的 第二十五节的国法 可能是龙缩版本的摩西五经 撒马俗之律法 必定希望以色列的领袖 遵照神的律法而行 扫罗被立为君王 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后来扫罗军中的勇士 而有些匪徒则对扫罗不以为然 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 而且藐视他 而此刻扫罗却不理会 表明扫罗此刻有君王的宽广胸襟 因为神赐给他一个新星 从本章的学习中 我们看到神虽然不高兴 百姓立王的请求 却仍然愿意满足他们 亲自为他们拣选一个王 而且以超自然的方式改变扫罗 让他有与他的身份和地位 相匹配的新星 这是何等奇妙的作为 神实在是顾念我们需要的神 而神的恩赐和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若是扫罗珍惜与神的美好关系 每天到神的面前来领取新鲜的恩高 而且遵照神的话而行 他的国位必定长久 可惜的是扫罗做王之后 渐渐失去了神的同在 被罪所胜结局悲惨 盼望我们以扫罗为借鉴 在我们生命中紧紧抓住神 天天依靠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见你的主权和恩典 你怜悯百姓 虽然百姓无知要立个君王 你虽然不喜悦 仍然满足他们的请求 虽然扫罗并不太合你心意 你仍然拣选他 并且以你自己来补足他的欠缺 你实在是一位体贴的神 主啊 求你赐给我一颗星星 让我成为一个新人 就像扫罗一样 生命可以为你所用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主